這妳的個性 把它說出來 我覺得其實君寧喜歡的男生 不是百依百順 也不是自以為自己很有主見 但是男生在追求票 就是自己心儀的女孩子的時候 都會有這種現象 就要不然就覺得 好像就是要很順承 或者是好像那叫體貼 或者是好像就要很有主見 因為要看起來有男人的肩膀 但我覺得這兩個都太 反而都是比較偏頗 比較自我的 都是男生自己在想 所以我覺得君寧其實需要一個 比較大器的人 大器的人 就是不會輕易的因為 就是今天在哪邊做什麼事情 所以就突然就防備心中 或者是太自我起來 她永遠都可以很淡定喝紅茶 為什麼要喝紅茶 淡定喝紅茶 喝紅茶 喝紅茶如五月天阿信 然後處理事情如台中市場胡志強 然後 哪能講到胡理這樣 就是欣賞她的極限 大概像我跟清風這樣 我覺得就差不多 差不多是這樣 但是我加一個 如果她媽媽覺得OK 她真的才OK 是嗎 這樣就謝謝妳 以上條件皆有 但媽媽不OK Gini就說算了 這種人喝紅茶吧 這種人還不OK 我跟妳講 張璇 妳跟她生活在不一樣的家庭 那她新家胡志強 我跟妳講不一樣 長那樣 然後那樣 妳是什麼意思 那樣 那樣跟那樣 都咬她媽媽 OK 不是 像妳 妳是妳 妳爸爸 爸媽不曉得妳在怎樣 如果回家有一天 妳突然講說 爸爸 我不想談戀愛了 妳爸爸說好好欣賞她姐姐 大家才都不想聽 因為我一天到晚抓機會 跟他們講一大堆事情 真的嗎 對 真的 我都會把我的生活 巨系迷遺跟他們講 就如垃圾山倒下 垃圾般的倒給她 對 她都不想聽 我聽說妳爸爸有一句名 但我這是以兒傳兒 已經傳到這邊 因為我是個不愛運動的人 所以妳也聽過 那個很有名的笑話 對 然後我就很想跟妳爸爸握手 因為聽說她爸爸說 運動 我也不愛運動 我那些很壞運動的朋友 我都會去跟她舉過功了 我就 對啊 她最有名的理論就是 兔子天天跑跑跳跳 然後 壽命也就是六 七年 烏龜坐在那邊一百年 都還活著 就是因為妳爸爸這句話 我現在都像烏龜要活著 所以我講 我那天怎麼了 我就找妳 交給她 妳知道 有些話是會影響人家一生的 妳知道 但是 對 而且別人我今天還像烏龜一樣 坐著這樣 妳看我又傳一聲蜜這樣 妳知道嗎 結果 妳爸爸結果就在同步機場 來看我們節目 他就哭不起來 常怨姐 我現在改變 我像褲子一樣 妳要不要老實話說 有 他可能會說 其實有動也不會怎麼樣嗎 他有動嗎 我覺得還是很少 比起一般就是有什麼 危機意識的人 但我覺得我爸爸大概認為 心情平和最重要 他覺得什麼事情不要堆在心裡面 或不要焦慮 對健康太焦慮其實也不好 妳整個人身體永遠都是緊繃的 教先生 妳生了張全家的女兒 妳會不焦慮嗎 不會 不然他就會把我取名叫焦慮 他不會叫我焦慮 他就是怕焦慮 所以叫安普 安普… 安靜 安靜 悬了 也是 因為我很 我小時候很愛哭 我小時候很愛哭 對 對 他就說妳妹妹可好癢 妳可不好癢 對不對 所以生下妳的時候 妳媽應該心裡就有這個 已經心裡知道 這個玩兒恐怕不是要照書癢 她也不會按照妳的理 但是 一手放風箏 一手拉線就這樣 拉吧… 對 其實我們家三個小孩子 都不太能夠按照一般那種 就是所謂親子教育的方式溝通 所以我覺得我爸媽媽滿酷的 就是在我們成長過程裡面 很多事情看起來是 一團亂的在進行 但是 但是在妳爸媽淡定之下 亂中有序 他們都長大 對 就是我覺得他們把握了 幾個非常重要的 就是不能不做的事情 比如說中文要好 比如說字要寫好 筷子要拿好 然後對長輩怎樣都得有禮貌 然後什麼… 但關於我們在那邊講說 你看天空不是好像… 那個雲長得好像馬 這些事情他們就一律略過 就不管我在想什麼 或者是哥哥想要當科學家 或者是想要把地球炸掉 OK 他覺得這一切都會過去 對啦 對 就是小孩子講講 他以後也不記得這講講 對 其實我想你 你爸媽心中都是覺得說 這些孩子在他們的聰明智慧下 我覺得你們自己 有自己的聰明智慧下 給你們一個很有自主性的成長 我覺得自主性的成長 就是就像我自己覺得 我的小孩在18歲以後 他就是獨立的人格 他就獨立了 所以他講什麼 我也只有 嗯… 他講 妳在聰明智慧下 好像我媽媽好 對 我就媽媽好 妳說不要 我就這樣 不要 我要這樣子 我說好啊 妳有在聰明嗎 我說沒有啊 妳口氣不對 有嗎 好可憐喔 在聰明智慧上口氣對 不是 我心目都要叫妳媽媽了 是不是 我心目就剛剛一瞬間 一瞬間 妳知道嗎 我對我女兒 我看著妳 我就想著我的女兒 還好啊 就這樣 她們都是這樣 真的 很多爸媽喜歡我 就別人的爸爸媽媽喜歡我 是因為這樣 因為看到我就覺得 他們自己女兒兒子其實很好 很好教 其實很好教對不對 也不闖禍 也不鬧事 是啊 也不會 沒有 我覺得 我 我還是覺得妳還不錯 我這樣就更麻煩 真的啊 雙子還好 我要那金牛 好金牛喔 金牛 對不對 金牛應該也很不會 金牛超孝順 對啊 金牛超孝順 超孝順 只是不會說 只是不會說 金牛超孝順 金牛超孝順 金牛超孝順